在俄罗斯侮辱退伍老兵会是什么下场 一个混混指着老兵的勋章 嘲笑老兵吃饱了撑的 和平年代还要带着勋章到处晃游 老兵见来者不善 警告混混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混混听完更来劲了 还准备对老兵动手 这时一个女孩站了出来 她大声呵斥混混 想要制止混混对老兵施暴 混混扭头一看 见女孩长得十分漂亮 顿时心生邪念 吹着口哨就走到了女孩身边 然后用言语不断调戏 涉事未深的女孩只想伸张正义 没想到歹徒会要解释 就在女孩吓得大喊妈妈的时候 一名刚入伍的新兵起身阻止 却被歹徒一拳打倒在地 猛踹一脚之后 混混拔出匕首 控制住了另一名新兵 就在歹徒以为成功控制局面 突然又有新兵打 开始暴坐着去 凭借敏捷的伸手 十分钟就成功解决了所有歹徒 新兵名叫安德烈 是俄军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对天他和队友驾驶着一架苏24战机 前往土耳其边境执行任务 摧毁恐怖分子的高速火箭号 但刚从基地起飞 就被一名恐怖分子的眼线发现 老头立即将情报传递给了叙利亚恐怖分子 与此同时苏24也已经发现目标 安德烈果断发射空对地导弹 成功摧毁了火电炮 两人正准备返航 身后突然出现一架土耳其F16战机 并且朝他们发射了一枚空对空导弹 安德烈赶忙释放干扰弹 成功将这枚导弹引爆 但土耳其战机又发射了一枚导弹 这次俄军战机没能躲过去 被导弹击中了尾部 战机瞬间失去控制 安德烈和队友连忙跳伞逃生 但恐怖分子并没有放过他 驾驶着卡车就追了过来 发现跳伞的安德烈之后 恐怖分子续举起一枪 朝安德烈疯狂扫射 并且还用摄像记录下了这一名 就这样安德烈被恐怖分子击毙 为了给俄罗斯一个教训 恐怖分子决定追杀另一名飞行员 引诱俄罗斯特种部队前来救援 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但让恐怖分子没想到的是 这种行为将导致战斗民族疯狂的暴復 2015年 叙利亚恐怖分子残忍杀害了 五名俄罗斯飞行员 俄军最高指挥官立刻下令 要活捉恐怖分子头目阿布斯基 然而被派出去侦查情况的苏-24战机 却再次被恐怖分子击落 俄军高层大为震惊 于是决定派出SOS特种部队 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 势必要活捉恐怖分子头目 很快特种部队就抵达任务地点 通过无人机侦查 确认阿布斯基已经出现 队长迅速布置战术 一队悄悄潜入废弃大楼活捉阿布斯基 另一队则在高处提供掩护 但小队刚刚潜入废弃大楼 另一边无人机就发现 恐怖分子二当家带着十几辆卡车 正快速朝这边驶来 俄军特种部队迅速做出反应 在高处架起火箭炮 等到车队进入攻击范围 直接一发火箭弹 将领头的皮卡车炸上了天 战斗一触敌发 双方开始了激烈的枪战 这时废弃大楼的恐怖分子听电枪声 也纷纷拿起武器出去支援 但刚刚走出大楼 就被俄军狙击手一枪击毙 与此同时 山下的恐怖分子也开始反击 在恐怖分子二当家的指挥下 兵分两路包抄了上来 恐怖分子头目见情况不对 正打算从地下按道逃跑 突然一名俄军从侧面冒出 一套专业的战术动物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所有敌人 成功活捉了阿布斯基 然后在狙击手的掩护下 背着阿布斯基成功撤回 恐怖分子见头目被抓 不要命地发起了猛烈进攻 但俄军特种部队得手之后 并没有练战 而是迅速开车撤退 然后呼叫空中打击 指挥部接到坐标指令之后 两架满载导弹的苏24轰炸机 迅速起飞 收起尾翼一个加速 两分钟就抵达了废弃大楼上空 事后俄军通过审讯恐怖分子头目 得知了被击落飞行员的具体位置 俄军高层立马召开会议 再次出动特种部队 准备对飞行员进行营救 而此时俄军的飞行员 为了躲避恐怖分子的追杀 正躲在一块岩石下方 2015年11月 俄军一架苏24战斗机 遭到土耳其F16战机的偷袭 被一枚空对空导弹击中尾翼 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 其中一名在空中被恐怖分子尸杀 另一名飞行员虽然成功落地 但也面临着恐怖分子的追杀 飞行员一路逃窜 却跑到了悬崖边上 眼看恐怖分子就要追上来 飞行员连忙躲到了岩石下面 恐怖分子很快就追了过来 并且对四周展开了搜索 眼看就要被发现 空中突然出现两架米巴直升机 开始朝悬崖上的叛军疯狂扫射 飞行员趁乱跳下悬崖 恐怖分子发现迅速开枪 滚落到山底之后 飞行员发现腿部重担 这让他行动变得迟缓 更加不幸的是 前来救援的米巴直升机也被击中 只能在另一架直升机的掩护下进行迫降 刚刚落地恐怖分子就追了上来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由于恐怖分子人多视者 很快就有俄军士兵重担倒地 另一架直升机迅速过来支援 在空中疯狂扫射 这才暂时压制住恐怖分子 随后俄军全部坐上直升机撤退 普京得知已经有两名飞行员牺牲 还有一名飞行员生死不明 于是立即下令 派出两架战斗机空中打击 三架直升机进行火力支援 并且还出动战略舰远程配合 由俄罗斯SOS特种部队执行救援 在无人机的侦察下 俄军很快锁定了恐怖分子的位置 各种部队迅速出动 对恐怖分子展开了围剪 消灭追杀的恐怖分子之后 小队成功救下了飞行员 恐怖分子见情况不对 想要开车离开这里 但米8直升机也抵达战场 发射导弹摧毁所有车辆 各种部队完成救援之后迅速撤离 接下来航空部队开始打击 战斗民族开始疯狂报复 用各种导弹摧毁恐怖分子的具体 最终恐怖分子只能放下武器 纷纷举手向俄罗斯投降 2016年6月27日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就土方2015年11月 击落俄方苏24战机事件 向俄总统已经知道欠行 诚恳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诚恳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诚恳地说了一句是